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多發性硬化症的自然醫療 最近有報導說香港現時大約有400人是幻想了多發性硬化症的 它是一種中央神經系統的病 患者的免疫系統因為失調 而自身破壞神經纖維外層的水質 令到神經細胞之間的傳遞受阻禍 令到患者的肢體活動和認知能力有問題 甚至會令到有殘障 那袁醫生究竟多發性硬化症是甚麼 正如曾經所說的 一種慢性的病 是一種漸進性的 經過很長時間的 不斷的神經 即是中央神经线的退化 大家有没有经常听过 有没有神经线 你神经线的 就是说你神经有问题 其实多化性硬化症 都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神经线的绝缘体 我们神经是要包住一些 绝缘神经的物质 我们叫做神经碎哨 即是一种好像劍兔 它就包住一种脂肪的物质 令到神经和神经之间 就不会黏住 原来多化性硬化症 我们英文叫做Multipal Sclerosis 很多时候我们简称叫做MS 其实是这种神经线的绝缘体 包住神经线的水哨 就是脱落了 脱落了之后 就变成了大家神经和神经之间 可能是接触了 或者出现有疼痕 简单来说 我们神经线本身是疯了 所谓是疯了 其实神经是一个 很脆弱的器官 这些神经线的保护膜的退化 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刚才我们说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概有四百多人 其实据我所知 其实应该不止的 可能这个资料是香港政府医院里面的个案 就是处理的个案 其实这个在外国也比较多 比如在美国来说 它记录大概有二十五万人到三十万人 是患有这种的问题的 这个多发性MS 简称 其实是病发的年龄 其实是介乎二十到四十之间的 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患者 通常都是女性 但是我刚才所说 它是一种慢性退化的 漸进性的病 所以它整个病的过程 可以这样说 演变是不一的 就是会很多 视乎每个个个人的情况 而定的 通常就有一些 一般性的症状 而它的症状 通常就有些 所谓叫做 一种这样的周期性 它可能发作一下 接着就静止了一段时间 有时候可能静止了几个月 或者几年都没事 接着就又出现了 通常第一次发作的病症 很多时候 就只是觉得 视力有少少模糊 看起来好像不知为什么 没有那么真 这些症状 通常都是很含糊 很快 短时间它就会消失了 可能就是 可能持续几个几天的时间 接着就成几年都不会发作 很多时候 所以在早期 MS是很难 就是发现的 很难断到症的 接着 每次发作 那个症状 就是越来越严重 那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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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面部痰瘫 可能 身体的 手脚 比较软弱 那种 麻木 那种感觉 那种 说话方面 可能说话 含糊 那样 通常是当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医生都开始会 看看 会不会病人 患了MS 是 因为症状 是比较早期 难于触摸的 正如我所说 如果病人的 演变是个人而定的 有些人 可能一世都不再发作 完全没有症状 但是 也有些情况 是很严重的破坏 可能第一次之后 身体就伤残得很厉害 几年或者十年才发作一次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 患者是不知所从的 来了之后 怎样好呢 他都不知道 怎样可以有效地处理他 当然 如果是严重的人 就很明显 他的伤残程度 会很明显 很多时候 就会采用一些 比较上 积极一点的处理方法 好了 慢慢地 随着 那个时间 但病人开始会感觉到 他可能行动方面 好像有些不同了 他的平衡力又差了些 协调力慢慢变 最终他会发展到 他直接走路是拖着他走的 这些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当然 再严重一点 可能会失明 可能会失禁 大小便失禁 癱瘫 甚至乎再严重一点 呼吸都会出现困难的 除了身体上的症状 当然 这个 MS 都会影响我们的脑袋 所以有些患者 会感觉到 情绪都有一些波动 有时很开心 有时可能情绪很低落 那为什么保护神经 那层碎绍 会退化 其实讲真来说 为什么我们神经线 那个膜 那个保护罩会退化 其实都是一个迷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去解释 那其实最常听到的那个理论 就说 MS 其实是一种自身免疫的病 那是当我们的身体 那个白血球 就是当中我们的神经膜 是一种敌人来攻打他 令到他出现破坏 那有另外一种的说法 都说 原来 MS 可能应该是一种病毒 或者其他感染导致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 那个病征 真的好像病毒感染的 所以很多时候在早期 医生很难分辨得到 到底这是一个MS的症状 或是一个病毒性的襲击呢 可以简单来说 应该可能是很多因素 有时候可能包括病毒的问题 导致一些抗体出现 来到攻击自己身体的 神经的碎哨 那 在外国 这种病毒就比较越多 但是呢 在其他国家 比如在东方国家 或者有些发展中国国家 或者在日大国家 相应上是比较少的 所以有次的人开始就会怀疑 这个会不会跟我们这个饮食乏关 跟我们的环境因素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我发现 在我们那个地球 向北点 我们高级了 那种级了 那个级了 级了级了 是会比较高点 是会比较有问题的 比如好像美国的北边 加拿大 英国 那些北欧国家 向下就是Tasmania, 澳洲的再下跌 以及北欧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大家都不太知道 有些人会说, 这些地方可能是阳光较少 会不会导致这个原因呢? 发现, 如果一个十银仔 如果一个十银仔在六岁和十五岁之间 经常接触到太阳呢? 那他患病的风险就会减低很多 所以很明显, 这个病应该跟我们身体的维他命D 因为接触阳光产生的维他命D 应该很有关 我们其他的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 一个严重的长期的压力 以及营养不良, 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加剧 也可能是我们环境方面的毒素 包括重金素 也有人认为这是其中的因素 除了这个之外, 敏感 有没有可能呢? 有时说食物敏感 有些人对食物不受 都可能和这个问题有关 所以很多研究就开始去看看 食物的关系 例如会不会跟小麦, wheat 或者牛鱼类的食物 和这个MS的发作率 可以看到, 在北欧国家, 北美国家 有牛奶比较多 食物里面, 比较吃小麦多 比我们中国人, 或是亚洲人吃饭 也可能有些人去看看 会不会我们的重金属呢? 例如我们的水银方面的重金属 会不会变成一个因素呢? 也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 那个消化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消化不良, 吸收不好 也会导致我们的自身免疫问题出现 那我们直接有些研究发现 我们有些营养的问题 有些营养不足 比如必需要的脂肪酸 那个fatty acid 和那些维他命B12 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很明显 我们这个脊水哨 这个肚子 其实是由一些脂肪酸 来制造出来的 那所以发现, 可能营养不良 这方面的不良 其实可能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那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大部分的病人 在早期的时候 是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诊断 那当医生呢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医生会做很多些检查 那可能脊水, 抽脊水 看看你那个 或者检查一下我们的脑神经 那个液体那方面 有没有问题 或者用MRI 那做很多这方面的测试 那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就做了这些测试之后呢 其实都没有办法找得到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又不是这些 又不是这些 那不是很多很多东西 那结果呢 就开始呢 就在基于症状上呢 就发现呢 哦 其实呢 你可能呢 是一个有MRI 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本身 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那很多人呢 就会找专家的 就是脑科专家 去跟进这方面的治疗 那 那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呢 我也有很多相当的经验呢 发现呢 我们在用一些 千年的自然的方法呢 是起码是那些症状 初期不是太严重呢 其实都可以 就是可以维持都很好的 就是可以令到他呢 一生呢 就不会再严重 发作这个问题的 嗯 好 现在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这一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 今天我们的题目 多发性硬发症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可不可以和我们综合一下 究竟多发性硬发症是有什么症状的? 我刚才都说过 在早期的症状可能很少 很单一的 但是呢 接着呢 可能出现一组 或者多个以上的症状 那其实 再简单点说 症状会包括 是个人很疲 很深层那种疲劳 是解释不到 又不是因为自己不够睡 还有那个视力退化 那你走到眼睛 又看不到背后的眼睛 本身有什么问题 那他人缓缓 突然之间好像缓缓那种感觉 那个 那个 语言能力出现问题 那个 面部痰痪 或者身体的枝端 手脚好像有种麻味 麻木得来 那种弱很累的那种感觉 平衡失了 和协调能力差 或者作呕 作门 甚至乎呕 便秘 那个行路呢 就是满山的行路 不稳定的 什么叫staggering gaze 满山的暴里 那种真 还有呢 大小便的濕感 严重点是失明 跟着呢 是成身的痰瘀 所轮植的 是 我们自己处理过里面 有些严重的 真的是 是轮植的 进入我们的诊所的 好了 至于那个起因方面 我们有不同的理论 主要的理论就是 可能是一种长慢性的感染 包括那个病毒的感染 细菌的感染 或者甚至乎 练猪菌的感染 我最近呢 上海最近也有一集 是讲关于练猪菌这个问题 那还有是那个 长期的压力 或者 荷尔蒙的不平衡 营养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维他命 维他命D的不足 那环境的毒素 重金属毒素 比如 鱿 水银 然后也都可能是 食物敏感 对小物 牛奶也敏感 还有也有些 过分的游离机的破坏 那还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 原来疫苗注射 是 那为什么会 和疫苗注射有关呢 在我们的治愿 一直都发觉 都感觉 疫苗注射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很多的 现代的毛病 都可能 过度是打疫苗针 打出来的了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个小孽麻痹症 嗯 有啊 那其实呢 小孽麻痹症 在过去呢 都是一种 短短续续 然后是发 是有是无的 那些病来的 那 但今时今日呢 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大量的 打这些 所谓 小孽麻痹的针 是 那以为呢 表面上以为呢 其实这种病呢 是杜绝了 那因为打针 那其实真正原因 不是打针的 但问题呢 我们这种 打了小孽麻痹 被你用这些疫苗打了 禁止了之后呢 那 将来呢 其实出现了 另一种 其实和小孽麻痹 很有关系的病呢 就是多发性 那个眼发症 那所以这么说呢 我说就算你 是 被你强行 把我们的 那个 小孽麻痹 这种的问题 是禁止了 其实都 成然那时候呢 就变成了 另一种的病 那其实就是 小孽麻痹症的 然后出现的 多发性 眼发症 明白了 那所以有一种 说法就是 其实这些 跟我们的小孽麻痹的 针有关的 那我想 自然医疗方面 处理方法 应该有很多的 那在食物方面 有什么要注意呢 那我们饮食方面呢 其实尽量呢 在食物方面呢 就是吃一些 就是完整一点的 不要那么多 就是 精炼过这些 这样的食物 那就是尽量 最好就是 自己自己 在家里煮多些 那尽量买多些 是有机的食物 就是尽量 尽量是 尽量用多些有机的食物 那 还有些 在所作方面呢 就是 吃多些 深 深颜色的 就是不同颜色 但是深色一点的 新鲜的 水果 和蔬菜 每天都要吃 那这些 这些深颜色的 水果 蔬菜呢 都有很强的 抗氧化剂 那会减低 我们那个 游离基 破坏我们 细胞的问题 那这些食物呢 也都当然 是高纤维 来到我们的大肠里面呢 那些废物呢 是容易清除 也都可以减低 我们便秘 这些问题的 好了 那总的就是 我们叫做 必需要的 脂肪酸 是可以呢 是减低 我们那个 神经线的 那些发炎 和加强 我们的神经 那个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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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碎哨 那食物方面呢 就是吃多些 鱼 就是干净的鱼 起码一个礼拜呢 吃起码三次 或者是以上 那如果没有机会 吃到鱼呢 亦都可以用 那个阿麻子油 每日用 或者用那个 最近我们开始 流行的就是 那个麻子油 是 Hemp Oil 那大家都知道 卵磷脂 卵磷脂 也是那种 就是脑水的物质 那 那 吃多些卵磷脂 的食物 的食物 比如像豆腐 或者黄豆 那方面 那个芽菜 这方面 或者椰菜 这方面 或者椰菜花 那这些都是比较上 比较多的食物 那当然 我们减低压力 那 那我们吃多些 就是含有维他命B杂的食物 包括就是 完整的谷类 那个蜜胚 蜜胎 蜜胎 胚胎 蜗脂 和啤酒酵母 那这些是帮助得到我们的 那在科学方面 可否证实到 食物是对多发性眼发症 是有帮助的 那原来呢 近年呢 有一个教授 叫Dr. Roy Swank S-W-A-N-K 他是 就是 俄克罗 Origal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里面 是一个神经系的教授 那他呢 就跟进了150位 MS的病人 就给他吃一些特别的饭食 的餐单 那这里包括呢 就是 要戒掉那些 人造牛油 那些 那些 轻化过的油 那些 那些 和那些 那些 就算我们饱和脂肪 都每一天 就要限制到20克 或者低过20克 一天的 那这个 其中食物呢 也都会 包括很多 那些 蔬菜油 那 那还有呢 是有些 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 那 那米鱼肝油呢 他当时呢 就用大概5克 一样5克 那 那病人呢 都是呢 每个星期呢 吃3次 或者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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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和一般的 正常的 的 的 好了 结果发现呢 95% 的 病人里面呢 是用这个 方法的 飲食方法呢 95% 病者 就是 30年里面呢 都是没有什么 就是 嚴重的退化 就是很少的退化 那 那当然呢 他们这些病人呢 都是初期呢 是症状 是不太严重的 那 那 那有些人就说 那会不会 因为始终他都知道 那 MX 的病呢 有些人呢 是可能呢 就 發作过一次之后呢 以后都没有再问题 那 那原来呢 发现呢 如果其他一些人呢 是没有跟这个 饮食方法的人呢 他们那个 MX 的问题 症状呢 是出现多很多的 那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呢 31% 相比80% 的 OK 那即是 80%的人呢 不用这个 饮食方法的人呢 其实呢 他的问题呢 是严重一点的 那所以呢 很明显呢 那个 疗效呢 都应该跟我们 那个 那个 饮食 这种特别的饮食 是很大的关系的 嗯 那有些什么 食物要避免呢 那咱昨天所说呢 那那 那那环境的食物里面呢 即是尽量吃有机 那因为呢 可以减低那个 就是那些 那个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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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就不要食那多少 所谓的垃圾食物 那 以及过分包装的食物 那 有含有很多 那些人造的味 那 人造颜色 那些 以及那些 防抛剂的食物 那 那好了 但如果你是 对有一些食物呢 是 知道自己有敏感食物呢 尽量找到之后,尽量避免 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现物羹 食物比较多容易出现问题 包括小麦和谷类的食物 或者是牛鱼类的食物 还有粟米、酵母、糖、花生、黄豆和鸡蛋 很多时候是常见的敏感食物 所以,尽量将这些敏感 容易导致身体神经线发炎的食物 就会尽量减低它 如果你停止吃红肉或者牛鱼类的食物 你都会大大帮助得到你这方面 其他食物,包括肥理的食物 煎炸的食物,很油腻的食物 都要减低它 还有,我们尽量减低糖的进食量 还要避免石可乐、高饼的甜 高饼、糖果等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大部分都是用很多糖分 精炼的糖分 还有很多不好的脂肪做出来的 当然,烟、酒和咖啡因的食物尽量减低 因为这些食物会令你身体的维他命抗物炎流失 会导致你身体的炎症更加严重 除了食物方面,有没有营养补充剂 对多发性眼发症有帮助的? 其实最主要的营养补充剂 我会用鱼油 我刚才的研究,Dr. Swank 用大概5克鲫鱼油 30年的研究 但也有些研究是用得比较多些 用到差不多20克一日 主要,这些亚米加3的脂肪酸 会减低我们身体的炎症 其实很多病都是一种慢性炎症的主因 第二种营养补充剂 我会用维他命B12 用多少?大概1000-1500mcg 有些是用在泥底 也有些是一种注射的形式 我知道维他命B12 是我们制造我们身体的神经酵 那个碎哨的营养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维他命B12对这方面的问题很有帮助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多发性硬化症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刚才和我们提到 营养素如何针对多发性硬化症 营养素和维他命B12 这些很关键性的工具 接着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维他命D ABCD的D 通常用2500到5000的国际单位一天 我知道维他命D最近有很多方面的研究 发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我们以前也和大家说过 如果我们不要缺乏维他命D3 和Cycelenium 其实大部分癌症都可以预防得到 维他命D可以调理免疫能力 和减低发炎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 基本上营养要整体地用得着 比如多种高分能的多种维他命 这就是作为一个打底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考虑用酵素 就是多方面的酵素 酵素其实可以令到我们身体的食物消化更加好些 和减低我们自身免疫的反应 因为始终很多时候 因为食物是没有被完整地消化 那这些未完整消化的食物的鱼粒 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 就成为一种叫做外来的物质 身体就会和它有一种 这种異常的免疫反应 但完全消化了就不同了 只剩下那些胺基酸 那个糖分的最基本的单位 身体就不会有这些这样的 異常反应 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些 所谓蛋白质的酵素 每日空肚食 亦都可以减低我们免疫的杂质和炎症 好了 还有一个工具可以用就是 我们叫做阿米加油 通常可以用 Evening Primrose Oil 那个月健草油 还有玻璃油 Barrage Oil 这些酵基酸 都有很好的抗炎作用 最近就开始盛行另一种油 就是那个Hem Oil Hem Seed Oil 其实是那个大麻子油 医生啊 那还有没有一些 一般性的营养素可以用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银行叶 Genglobilova 银行叶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的活动 尤其对神经方面 和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我们通常就会用大概是 用60到120个Mg 的银行叶 银行叶 一日吃两次 那接着就可以想想 就是维他命E 维他命E 也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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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用量 大家用400个国际单位 来用 那还有一个就是 人心 我们中国的人心 我们中国的人心 和那个印度的人心 我们叫Vitania 或者Aswagandha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 平衡我们的身体的 压力的抗氧化 那 亦都可以当作一种 每日的补充剂 那除了人心 还有就是那个东虫草 东虫草是一个很基本 很大陆的工具 那香港很多时候 都很多人都找得到的了 那接着就是热露素 热露素的饮品 譬如螺旋 Gorella 这些这样的 Spirulina 组粉 这些都非常有用的 那这个可以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排毒 和平衡我们的酸碱度 那接着还有一个简单的 荷尔蒙 就是DHEA DHEA 这个我们也叫做压力荷尔蒙 那也是对很多自身免疫的问题 很有直接的帮助 那 那 还有我们可以 可以应用得到 就是减压草 那些草 那 譬如Skullcap 我们叫北美黄奇 Hops 就是啤酒花 Hops 还有Passion Flower 就是西花莲 这些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西草茶包里面 都有这些成分 就是一种安神 就是帮我们减压的作用 是 医生啊 那在 大康治健康中心里面 最强项是采用同类疗剂 那有什么同类疗剂 是针对多发性眼发症的 在我们过去呢 我都用 就是很 很依赖 用同类疗剂 是处理这些 MSD疗的问题 那跟大家介绍 几个 就是我们都 要试 如果那个症状 是配用得对 就会有效果的 其中一种叫Agaricus Aga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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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carious 其实是一种毒菌 就是一种 Mushroom 可以叫毒 那个鹰色散 其实是一种有毒性的菇类 那通常用什么情况之后 会想到呢 用这种呢 Agaricus的症状 通常呢 很多肌肉 面部的抽搐 就是眼眉调 肌肉的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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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身体的协调能力很弱 平衡能力很弱 还有呢 眼睛的动力 好像以前人不受控制 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症状 那我就想想 就可以采用Agaricus 另外的疗剂 叫做Alumina A-L-U-M-I-N-A Alumina Alumina 其实是Aluminum Oxidator 是一种Aluminum Oxidator 就是叫做氧化铝 氧化铝 好了 Alumina的阵型 通常是被一些 漸进性的痕瘀 慢慢地慢慢地 还有呢 人就好像神智 就好像越来越模糊 那种这样的精神状态 那脚呢 就感觉到很沉重 还有呢 下肢呢 通常会觉得很软弱 和一种坦弯的情况 会出现 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那个 神经的传递 那个速度是慢了 就是很多东西是慢了 还有呢 那个便秘是经常出现这个 这个正形的 Alumina 好了 接着呢 就是Argentin Nit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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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简单 就叫做Silver Nitric 也叫做 硝酸银 好了 这个正形呢 通常呢 是用一些人呢 就是平衡力失了 还有呢 那个协调力很差的 那 加上呢 就有个所谓叫做 漸进性的痰漫 这个痰漫 这个症状的 另外一种 Arsenicum album Arse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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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um A-L-B-U-M Arsenicum album 卓烈的感觉 Burning 那种感觉 这个痰漫 通常呢 会很焦虑 和很不安 这种 这样的行为 好了 接着呢 就是Causticum Caus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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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 Orsenicum 是Sodium 和Potassium 的混合物 Causticum Causticum 通常呢 会遇到的症状 就是 人是 慢慢地出现的 漸进性的 癱瘩 OK 还有呢 出现的症状 就是 控制 我们的 语言方面 肌肉 都受影响 或者 咽吞方面受影响 甚至乎 严重 就是呼吸系统 都出现问题 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 神经系统的 影响的地方 就是 语言能力 以及 咽吞能力 还有 呼吸方面 亦都是 手和脚 有一种麻痹的感觉 以及 濕感 亦都出现 Causticum 这种 正形方面 好了 另外一只 叫做 Coc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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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us 是叫做 印度的 房脊 Indian Cochle Indian Cochle Cocculus Cocculus 通常是一种 漸进性的 痰痪 还有一个 是一种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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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yum 是毒芯 Maculata Conyum 的痰瘡由下方向上伸展 或者在大腿方面开始 下肢很沉重,很容易跌跌,手握的方向上伸展 接着另外一个疗剂就是Gelsimium G-L-S-E-M-I-U-M G-L-S-E-M-I-U-M 软弱到肌肉震抖的感觉 面部麻痹,舌头麻痹 有双影,眼盖重重下垂 这种人的症状会改善一些 这个就是Gelsimium 接着是Ignatia I-G-N-A-T-I-A Ign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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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症状 在什么情况下 当常你发现病者 是受了情绪的刺激,打击 导致他很忧屈 然后出现这种问题 当然肌肉的抽策和肌肉的收紧症状 接下来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疗剂就是Lecasus Lecasus是南美蛇毒 Lecasus的症状通常是倾向左边多些 例如麻痹方面或者痰瘟方面都是倾向左边多些 还有这种人的心很强 或者是愤怒令整体症状变差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理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多发性硬发症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刚才跟我们提到 有很多种同类疗剂都可以針对多发性硬发症 刚才提到南美蛇毒 除了南美蛇毒 另外一个疗剂是炎 naturum muriaticum 简单来说是炎食炎的炎 这种通常的症状有些 我叫做awkward 有时跌弱 乱乱准准的症状 还有眼神经线有发炎 也有身体整体性的麻木 麻痹的感觉 通常这种人的性格 喜欢独处一点 还有情绪可能会比较低落一点 也可能之前曾经受过情绪的打击 naturum muriaticum 炎型的人其实不太喜欢晒太阳 他可能觉得太阳太热 或者太光 所以他通常会避太阳 也很喜欢戴着深的太阳眼镜 接着就是Nux Vomica Nux Vomica 我相信读过同学疗法的人都应该认识 Nux Vomica 我叫Poison Oak 就是马前子 一般文明人经常用的 症状方面 包括麻痹 肌肉抽筋 抽筋 和跳动 通常是马前子的人 可以这样说 是很博杀的 也可能很敏症 因为自己的工作压力 令到他很敏症 很没有耐性 通常他会借酒 和其他刺激品 推速自己去继续博杀的生活方式 这是马前子 接着就是Lun Foxless Lun 通常Lun的阵形 都是手脚麻痹 通常这种Lun型的人 都有视力方面的问题 通常我们遇到所谓非蚊症 Lun是一个最常用得着的疗剂 所以他有视力的问题 还有小便方面 有濕禁这方面的情况 Lun型的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 他们很喜欢喝冰冻的饮品 喝东西是汽水的 喜欢加冰 这个Lun型的人是其中一个特色 最后就是Plumbum Plumbum 其实就是圆 Plumbum 是圆的意思 通常这个也是这样 这种阵形的人 除了慢性的渐进性的缠缓 还有他们发现肌肉慢慢萎缩 慢慢萎缩 慢慢萎缩 还有他们觉得脚部 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那除了同类疗法之外 针咎可以吗 其实针咎是一个很广泛应用得着的经络治疗 我们在很多的问题 包括MS这种问题 都可以考虑用针咎 当然有些人觉得这些治疗 有没有办法可以用自己和自己做呢 我们过去和大都曾经介绍过的 有一种新的针咎工具 就是不用用针的 可以做一种用微电流的刺激 尤其眼部有问题 我觉得拿针去眼球附近来针 其实都比较麻烦的 那我就会用微电流的针咎仪器 在陆创与健康店 大家都买得到的 可以买这个仪器 根据里面的指引 是可以自己和自己做的 这个仪器的好处 就是当你找到针咎月位 它就会有一个信号 你知道月位便找到了 接着就进行你的治疗 因为它是微电流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痛 就是不是有针 就是一种你自己细胞感应得到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的 好了 其实都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比如定时按摩 可以帮助我们的输减压力 很多的反射治疗 包括水疗 我们可以强调体质水疗 碗腸水疗 以及养分疗法 这一种的工具 其实我们通常就会安排病人 一路踩单车 一路是闻唇氧气的 那在这种用力踩单车之下 你的身体吸氧的程度 是会加强了的 那就是一种很有趣的工具 那在欧洲也盛行到很多研究 叫做 Exercise with oxygen therapy 那我过去 我用了很多病者 他可能突然觉得 人就好像精神很差 被人累了很多 那就是分期都不行 那一般的运动都不做 那一般的运动都不做 都提醒不到自己的那种精神 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 那通常都是做大概一个疗程 大概做五次到十次 那一路踩单车 一路吸氧气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 Exercise with oxygen therapy 那好了 那所以任何的其他的香氛料化 大家都可以考虑到用 譬如Jasmine Labander Geranium Elan 其实这些很多的香氛油 我相信大家可以买一般的参考 的舒适 那通常这些油的作用 都是帮助你舒缓压力的方面 那其他一些 那譬如一般的 就是多一些的休息 正常的有规律性的运动 避免那些污染的环境 譬如有浓浴烟的环境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口腔里面 补牙的那些用的材料 那看看有没有很多的水痕呢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 导致的病的因由来的 那也看看有没有那些 长期的牙筋 长期牙筋发炎 很多人在盗牙筋之后 其实盗牙筋 是中了很多后遗症 因为真正正盗牙筋 是要一个很特别的技术 才可以做得干净的 要不然你中了一些菌 在里面 是可以出现长期的化炎 是会引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当然 你要找一些牙医 对这方面有形式 有专业训练的牙医 在这方面 帮你找找有没有问题 但最后最简单 大家大家都可以 很容易做得到 尤其在香港这个环境 每日晒15分钟太阳 这是一个很便宜 也有非常有效的工具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